我们来聊一下绘图的部分 在绘图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做 今天要聊的是选色的部分 你的选颜色除了使用滑鼠这样选以外 有没有可能可以用变数来改变我们想要的颜色 答案是可以的 你尝试把变数塞进去是可以 只是你不知道这值要设多少 这个值你不知道要设多少 实际上这值是有一个公式的 颜色是由RGB三个颜色组成的 我们通常这样讲 R红色绿色跟蓝色 值都从0到25 最后它会凑出一个值 这个值不是三个数相加 它是把R乘以65536 就是256乘256 加上G乘以256 B乘以1 它的公式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经由这样来算 所以假设我要它是蓝色的时候 我们只要一个B的值 它0到25 所以0到25都是蓝色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把它直射成250好了 这样比较好 我们来画一下它 是不是蓝色 假设值是100 你会发现是很深的蓝色 那个色彩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蓝色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值 那假设我要是绿色呢 那我们把绿色的值给它 假设我们绿色的值一样给200 绿色值一样 它是51200 我们把这个值塞进来 51200 它发出来应该会是绿色 对 那如果是红色呢 红色如果它是200的话 就是这个 我们直接用复制的贴上来 好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样可以配出颜色 假设我要一个紫色呢 紫色的话是什么 蓝色加上红色 好 那红色是200 我蓝色也是200 这挑出来会是正紫色 所以它只是这个 我们来试试试看 把这纸塞进来 好 它就是紫色 那精油这样 我们就可以精油变速来去控制 这个绘图里面它的色彩 它的颜色值是多少 好 这样子可以提供大家试试看